弟兄姐妹平安 这一堂是我们这次退休会的最后一堂 你们应该有拿到讲义 我们的题目是主是世界的光 前两堂我们把焦点 第一堂放在耶稣基督是真的知识 只有认识耶稣 知识才会变成有用 圣灵是真的满足 当我们得着圣灵的时候 我们的心灵就得着满足 第二堂我们讲到了是基督对于罪的看法 他对于罪的看法是 罪是内心的问题 罪是绝对的问题 所以他不是外表有没有犯罪 而是内心是不是犯罪 他是绝对的罪 所以他不是相对的罪 罪有整体性 有传染性 但是基督对罪的看法虽然是这样 而事实上其他各地的宗教也差不多 可是基督对罪的解决之道 却和别的宗教不一样 解决罪的方式有赦免或者处罚 可是基督的做法是赦免 如果我们愿意去寻求他 所以他对那个行淫的妇人说 我也不定你的罪 去吧 从此不要再犯罪了 今天最后一堂我们要看到主是世界的光 我们所要用的经文是 约翰福音第八章十二到五十九节 但因为这个主是世界的光 牵涉几个很重要的概念 所以我们需要翻一点圣经 主要都在约翰福音里面 我要让大家对于约翰福音的某一个概念很清楚 这样当我们讲主是世界的光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抓到重点 所以请各位先把圣经拿到 我们先要来看第一点 你的讲义里面有 约翰福音中的我是 约翰福音中的我是 约翰福音是四福音当中 一卷非常特别的福音书 我们常常称马太马可路加为福类福音 或者对观福音 是有别于第四福音或者约翰福音 福类福音和约翰福音有许多不同的点 福类福音大部分记载 耶稣在加利利的活动 而约翰福音的重点 记载主耶稣在耶路撒冷的活动 福类福音的作者 注重记录耶稣在地上所做的事 因为是耶稣生平 所以他就是比较客观的 记录历史事件 可是约翰福音显然是有选择性的 写耶稣所行的事 并且加以解释 所以约翰福音大部分都在解释耶稣 解释耶稣的行为 解释耶稣的想法 约翰福音记载了耶稣在地上所行的八个神迹 这八个神迹约翰都解释他 因为我们如果对背景再了解一点点 那就是约翰写约翰福音的时候 大概八九十岁 甚至可能靠近一百岁 那个时候耶稣复活升天已经六十年 最少五十几年了 基督教思想已经分 已经传遍许多地方了 这个时候保罗都已经不在了 当约翰福音写作的时候 所以他们的观念已经略为澄清 就是到底耶稣基督是怎样的一位 所以当约翰在写约翰福音的时候 他是在描述说 这一位神的儿子耶稣基督 就是我们的夫子 在约翰八十几岁九十几岁的时候 他来回想他的老师 当时所做的事情的时候 他去解释他 当然这是圣灵的工作 我们就感谢神 当时约翰写这一些的时候 他就是把他的概念整理起来 今天我们要把重点放在 约翰福音第八章十二到五十九节 这是一段有特别意义的经文 那就是所谓我是的经文 圣经里面有所谓我是的经文 旧约里面 新约里面 而新约主要都在约翰福音 我是的经文 是耶稣亲口说 我是生命的梁 我是世界的光 我是羊的门 我是好牧人 我就是复活和生命 他说复活在我 生命也在我 准确的翻译是 我是复活 我是生命 耶稣也亲口说 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他又说我是真葡萄树 约翰福音有许多记载 是耶稣自称是什么 但如果你读马太福音 马可福音 路加福音 这种经文说我是什么就很少 最多说我是基督 我是基督 这一个是一个通称 但约翰福音却常常说 我是什么什么什么 因此我们称我是 是一个专有的一个项目 是专有的一个系列 就是他是什么 我是 是值得花时间去研究的 所以到底约翰讲 我是的时候是什么意思呢 第一看讲义 我是 耶稣说我是 不仅表示耶稣是赐下恩典的神 而他本身就是恩典 他说我是 许多基督徒都知道 耶稣赐下恩典 我们基督徒信主之后 我们也想得到很多的恩典 如果你听基督徒祷告 你就会发现基督徒希望得到物质 没有不对 因为物质是神所赐给我们的 基督徒也愿意得到名誉和地位 有的人说 我不是要得到这些 对 可能我们要了更多 就是我们的生命 我们就会向神求地位 求健康 求顺利的环境 求有好的教会 求别人可以得救 甚至我们有好的婚姻生活 我们好的工作环境 这些都没有问题 我们的祷告 也求神让我们凡事顺利 我不是说这些不对 这些都没有错 我是说基督徒 与相信别的宗教 或者不信主的人 有许多相信的地方 相同的地方 就是我们要什么 我们要什么 但是感谢主 耶稣赐给我们这些以外 祂最想要赐给我们的是 祂自己 祂自己 如果一对夫妻 他们结婚以后 这丈夫很有钱 什么钱都给他的妻子用 给他住好的房子 给他开好的车子 给他很多 可是他的先生 一天到晚不回来 你觉得这样的丈夫 这个妻子会满意吗 当然啦 也有可能很满意啦 因为那个先生很讨厌 他最好不要回家啦 你把钱给我就好了 可是如果你是 一个正常的人 你就会知道 我不是要那些东西 我是要那一位 我们跟神也是这样 其实有的时候 我们就是要了东西 不要神 这是很可惜的事 所以当耶稣讲 我是的时候 其实很重要的一个概念 约翰福音当中 有多次耶稣提到我是 表示耶稣不仅是 赐下恩典的神 而本身他就是要 给我们的那个恩典 耶稣本身 就是我们所求的 那个恩典 物质是本于神的 荣耀 名誉 地位 权利 都是属于耶稣的 那他都要给我们 可是如果我们 有了这些却没有耶稣 我是 其实他不能分啦 我只是故意分啦 如果我们得到了平安 得到了喜乐 得到了满足 得到了物质 得到了所有的一切 可是我们没有基督 我就算你还得救好了 你觉得呢 你知道最大的差别就是 我们能跟耶稣沟通 我们能跟上帝来往 我们能够跟他吵架 你要知道 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事情 我记得我父亲 还在世的时候呢 他跟我妈妈两个 你知道老伴就是这样子吗 就是要斗嘴嘛 就是你这样讲 他非要那样讲 斗来斗去 斗来斗去 有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 就是有一个成年的小组 老年的小组啦 我是小组长嘛 就在里面老年小组嘛 我就跟他们在一起 有一天 有一个姐妹 也是个老妈妈啦 那我妈妈就说 最讨厌啦 我先生怎么样怎么样 怎么样怎么样 就不听话 要两个吵架 那个妈妈讲一句话 跟我妈妈说 她说你还讨厌 你至少现在 还有一个人吵架呢 我回家连个吵架的 对象都没有啦 那个时候我妈妈也不以为然 很多年过去了 我父亲也安息了 我妈妈很不适应 有一天她跟我说 她说真的 想起以前吵架还蛮甜蜜的 有人可以吵 现在连吵架的人都没有了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到底是要耶稣所赐的恩典 我们还是要耶稣 其实耶稣说我是 事的主要目的 就是让我们知道 他自己本身就是要给我们的那一位 约翰福音第13章第19节 我们念一下好吗 如今事情还没有成就 我先告诉你们 叫你们到事情成就的时候 可以信我是基督 在这一段耶稣所说的话中 我们发现和本的经文当中 基督两个字有打点 表示原文没有基督这两个字 那其实他的原文是这样讲的 他说如今事情还没有成就 我要先告诉你们 叫你们到事情成就的时候 可以信我是 我是什么 没有基督 耶稣说我是 到底是什么意思 好 再看约翰福音8章58节 8章58节 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 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 这是耶稣和犹太人讨论 谁是亚伯拉罕子孙所说的话 他们就说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 可是耶稣却跟他们说 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 仰望我的日子 既看见了就快乐 犹太人很生气 说你才几岁啊 什么叫做亚伯拉罕看见你 你到现在看起来不到50岁 你怎么说你见过亚伯拉罕 或者亚伯拉罕想见你呢 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 还没有亚伯拉罕以前就有了我 其实在这边 耶稣是告诉犹太人 这个也是一个翻译的问题 你知道翻译有信亚达的原因 所以他要翻成句子 其实耶稣在这边讲的是一个 很奇怪的句子 他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 没有亚伯拉罕 我就是 他说我就是 耶稣在这边要告诉犹太人说 也是透过历史要告诉现在的你我说 他自己就是恩典 因为这个缘故 只有得着耶稣才得着一切 只有得着耶稣 我们得到的物质 名誉 权力 地位 顺利 才有意义 否则我问你 你得这些东西 可以支持多少年 算你厉害 一百年好不好 你还要再活下去 我可不要 一百岁以后都没牙齿了 走都走不动了 累得儿孙推你 儿子都可能没办法推你了 孙子 孙子搞不好也不在了 叫真孙推你 谁理你 你拥有这些东西 一百年 最多了 一百五十年 最多了吧 你还要怎么样 这些都没有了 即使我们有短暂的平安 喜乐满足 也不能存到永恒 所以耶稣说我是的时候 祂要告诉我们 不是那些外在的恩典 其实祂才是真正的恩典 对我们而言 第二 第一 我是表示耶稣不仅赐下恩典 祂本身就是恩典 第二 耶稣说我是的时候 表示耶稣不仅是神的儿子 祂自己就是神 祂自己就是神 在约翰福音当中 提到许许多多的我是 如果我们对旧约不熟 或者没有人曾经教导过我们 我们实在不知道 耶稣说我是 是什么意思 事实上在翻译圣经的时候 也把我是 做别的翻译 为什么 因为不然的话 看圣经的人都不懂 所以耶稣常常讲我是的时候 大家不懂是什么意思 因为要把我是单独翻译出来 是很困难的 所以我现在讲了半天 你大概不知道我是是什么 我就是我 是就是是不是的事 耶稣说我是 问你是什么 来我们看几个经文 约翰福音八章二十四节 耶稣说 所以我对你们说 你们要死在罪中 你们若不信 我是基督必要死在罪中 自己的基督原文并不存在 所以他应该是说 所以我对你们说 你们要死在罪中 你们若不信 我是必要死在罪中 二十八节 八章二十八节 所以耶稣说 你们举起人子以后 必知道我是基督 并且知道我没有一件事 凭着自己做的 这里基督这两个字也没有 所以耶稣是说 你们举起人子之后 必知道我是 并知道 那你是什么 你没讲完 到了五十八节 耶稣说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 还没有亚伯拉罕 就有了我 这句话也是翻译的 他的意思是说 耶稣说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 还没有亚伯拉罕 我就是 你就是什么 所以这里有三次的 我是令人不解 我是是很难翻译的 那么到底 我是是什么意思呢 我会告诉各位 我是就是旧约 耶和华神的名字 耶和华神的名字 叫做我是 我是 好 出自哪里呢 在出埃及记第三章 十三到十四节 十三到十四节 摩西对神说 我到以色列的那里 对他们说 你们的祖宗打发的神 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 他们若问我说 他叫什么名字 我要怎么对他们说呢 神对摩西说在十四节 说我是自有拥有的 又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 那自有的打发我 到你们这里来 这是摩西问神 说你是谁 神就说 我的名字叫做我是 那一天当神遇到摩西的时候 摩西就说 你叫我去跟那些百姓 就是你的百姓 也是我的种族里面的人说 那为你们祖宗的神 打发我来 怎么样怎么样 他们如果问我说 那神叫什么名字呢 哪一位神 其实犹太人只有一位神 对吗 可是神叫什么名字 所以神就跟他说 神对摩西说 我是自有拥有的 他的意思是说 我的名字叫做我是 我的名字叫做我是 或者我就是我是 我的名字叫我是 你要对以色列人说 那个叫做我是的人 打发你到我 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 以后在翻译的过程当中 我们就把神对自己的称呼 叫做我是 你一定问一个人 比如说我去外面讲道 我就说我叫某某某 他说你就是我们请来的讲员 对我是李健 我就这样讲 那就是李健就是我 我就是李健 比如这样子 那我们怎么叫神呢 我们怎么称呼神呢 就叫做神我们怎么称呼你 他说我叫我是 所以亚伯拉罕来跑 摩西跑去跟他们讲了说 说那个叫做他是的神 不是叫做我是 叫做他是 所以这个耶和华这个字 希伯来文就是我是 就是他是 他是 所以犹太人 根本不敢讲耶和华神的名字 所以他们就叫做上主 Lord 比如这样讲 翻成英文 所以神是 是一个动词的形式 耶和华是动词的形式 他是他是 你知道就是英文就是有 I am You are He is 对不对 那这个他是就是He is 他是 弟兄姐妹 我们中文把它翻成自由拥有 的意思就是他不依存于任何事物而存在 他不依存别的物质或别的存在而存在 他本身就是一个存在 他的存在成为所有存在的前提 他是一切的开始 他是一切的源头 当我们失去平安的时候 平安的源头是他 当我们失去生命的时候 生命的源头是他 所以耶和华说我是 你去读诗篇 为什么很多人在很软弱的时候读诗篇呢 不软弱的时候都不太需要读诗篇 软弱的时候特别喜欢读诗篇 为什么 因为耶和华神一直保证他是什么 他说我是你的避难所 所以不缺避难所的人 不要避难所 缺避难所的到处找避难所 对吗 他说我是你的高台 我是你四围大小的盾牌 我们缺什么神就是什么 他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所以他是牧者 你读圣经里面 神太多的是什么 所以当耶稣说我是的时候 作者约翰显然有意 要让当时读约翰福音的人明白 或者让我们今天的人明白 神的儿子耶稣基督 其实就是神本身 当耶稣说我是的时候 不仅他是神的儿子 也表示了他是神 所以耶稣曾经说了 有了我了就有父 没有我了连父也没有了 他怎么这么自大 他怎么这么强悍 有了你就有 我们的祖宗所的那个神 你是谁啊 所以你知道为什么 犹太人要杀他吗 因为他跟 他把他自己跟神列为同等 他还说我与父缘为一 你不气死这些犹太人吗 我们的神多伟大呀 所以我们就发现 这一位是定位的问题 耶稣有定位问题 他定位自己是谁 他定位自己的来源 他知道他在哪里 他也知道他将来要去哪里 这是三一的神的奥秘 的确我们承认 我们不够明白 圣父圣子圣灵三二一的 独一真实我们搞不清楚 不过 这一位神的儿子耶稣基督 是我们所敬拜 我们所跟随的对象 所以在这边主是世界的光 我要先把我是 就是主耶稣说 我是世界的光 讲清楚 这是第一段我要讲的 今天我们的信息 会比较短一点点 是我希望你们等一下 有更多的讨论 第三堂 我要跟你们讲我是 光这一个部分 我们可以有很多的思想 祷告和得着 在往后的日子里面 我们会遇到很多的问题 可是约翰福音这里 让我们知道 原来他是恩典的本身 原来他是神的儿子 原来他就是神 原来得着耶稣才得着一切 那今天我们用后面的半段时间 要来讲主是世界的光 这是他自己说的 现在我们要来看到 主是世界的光这一件事情 在耶稣提到许多的我是里面 有一些是很清楚的讲到 他是什么 我们稍微整理一下 约翰福音第六章 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 他说我是生命的粮 所以吃我的就不饿 喝我的就不渴 所以得着耶稣基督 我们可以这样讲 最字面的意义就是 我们物质上就不会缺乏了 因为他是世界的 他是生命的粮 那是第一步 第二步就是他是生命的粮 所以他不仅是物质的粮食 而且他是我们生命的粮 就是我们生命能存在 我们生命能饱足 是因为耶稣 到第八章 耶稣说我是世上的光 那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 我是世上的光 第十章 耶稣说我是阳的门 所以进阳圈里的 透过阳的门就是耶稣 所以耶稣说我是阳的门 有的人觉得奇怪 耶稣怎么说我是阳的门呢 所以当耶稣说我是什么的时候 其实那个外在看见的那个东西 是一个外在的形式 而它才是那个真正的 那个外在形式的实质 他说我是阳的门的意思是 当你们通过我的时候 就回到我父的家里 那这个对中东的人来说 对当时的人来说是很清楚的 因为阳有阳圈有阳圈的门 我是阳的门 我的阳门 第十一章说我是好牧人 那这个他们更明白了 因为他们是个畜牧的地方 好牧人跟坏牧人差很远 好牧人就为阳舍命 坏的牧人只顾自己 所以耶稣说我是好牧人 我自己常常想 我到底是不是一个好牧人 我能不能顾念阳 我也没有认识阳 我也没有出去找阳 阳找进来了 认识了 顾念了 然后呢 简单嘛 收羊毛 涮羊肉嘛 就是顾功 盗贼 我能不能够顾念阳 为阳舍命 到底我们这些做牧者的 是把我们的服饰当成一个工作 还是当成一个生命和生活 耶稣说我是好牧人 我们知道他最后为阳舍命了 十一章的末了 耶稣说我是复活 我是生命 他说复活在我 生命也在 我信我的人 虽然死了也必复活 所以他就是复活 他就是生命 十四章说 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若不借着我 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十五章说 我是真葡萄树 我们今天把重点放在世界的光 约翰福音第八章十二节以下 耶稣的重点在讲 他是世界的光 到底世界的光是什么意思啊 为什么耶稣说 他是世界的光呢 上一堂我们花时间讲了 第八章的一到十一节 我们就发现文士和法利赛人试探他 拿行营的妇人来询问耶稣 要如何处置这个行营的妇人 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 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 我昨天没有跟你们讲清楚 这个先很重要啊 意思是说里面只要有一个人 先后面那个人 有罪也可以打的 他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 谁就可以先拿石头 换句话说只要有一个人先打 后面的人呢 有罪也可以打 耶稣的意思是说 你们当中连一个没有罪的人都没有 除了我以外 他像文士法利赛人和群众说 罪是我们人类最大的问题 罪这个内心的 这个绝对的罪是我们人类最大的问题 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 没有犯罪 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不在罪中打滚的 所以我们当中没有任何一个人 有资格拿石头把这个妇人打死 除了他以外 他是这个意思 之后他就从八章第十二节开始 讲到 他是世界的光 第一点 跟从世界光的结果是得到自由 耶稣开始讲世界的光 讲他自己是世界的光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我相信耶稣基督的人 是已经得着了世界的光 是已经得着耶稣 因为他是世界的光 所以我们得着耶稣 得着基督 就是得到世界的光 所以我们得到世界的光了 我们来读 约翰福音第八章十二节 耶稣又对众人说 我是世界的光 跟从我的不在黑暗里走 必要得到生命的光 在约翰福音第八章当中 耶稣的重点 是讲到人在黑暗里行的 那是人类的罪 人犯罪 那是指人要死在罪中 那是指这世界上充满了黑暗 这世界是被罪所败坏的 因此主耶稣说 他是世界的光 哇 我不知道你感觉怎么样 他在讲说这里是黑暗的地方 这里是犯罪的地方 这里是没有光的地方 然后他下面就说 我是世界的光 他说我是世界的光 弟兄姐妹 在黑暗当中 人是没有办法清楚看方向的 对吗 人在黑暗当中 有许多的是被蒙蔽 我有一个朋友 她的母亲是看不见的 她所在的地方 也不需要有光 她生活的房间里面 晚上也不点灯 为什么 因为她反正看不见 那我说那你妈妈怎么生活 她说她都是用摸的 但是因为在那边呢 她已经在那个环境里面生活了 母亲很早就看不见了 她就可以用摸的 她说而且所有东西 她自己摆的 所以她就很方便 可是她就看不见 后来我有一个学生 她因为脑部手术 她就暂时现在失明 她非常不方便 我们现在在吃饭的时候 你筷子夹出去 你往嘴巴放 你都很自由 可是当一个人 他失去了光以后 无论是那个光 是外面的光 或者是他里面的光 反正他看不见的时候 什么都不自由的 对吗 很不自由 人在黑暗当中没有自由 我不知道你夜间 需不需要起来上厕所 如果你是睡觉的时候 全暗一点光都没有的 你晚上起来要上厕所 很不方便 为什么 虽然你对你的 你的卧房的形式 大概了解 可是你不知道白天 什么时候又放了一个东西 在那边 所以你起来的时候 你要很小心 当然了 现在很多人把手机 放在枕头旁边 那是他的小三 所以他醒来 就把手机打开来 一按就可以看到一些光 如果你没有光 也没办法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 当一个人 在黑暗当中的时候 他是没有自由的 圣经上这里说 当一个人在犯罪的时候 他的内心充满黑暗 他或许会觉得 他的判断是准确的 其实他是不准确的 当一个人被私欲蒙蔽的时候 他所做的一切事情 都倾向罪恶的时候 他所行的不在光明当中 他其实是失去自由的 我常常因为要帮助 很多的弟兄姐妹 他其实有个错误的观念 你知道因为他这个错误的观念 他老是判断事情 判断错误 因为他这个错误的观念的引导 比如说 比如说我们随便举例 他对钱的观念错误 所以他所有 做有关钱的事情的时候 就错了 错了 我在欧洲 服侍这么多年 欧洲人 常常笑我们 华人 说 你们活着是为了赚钱 我们赚钱是为了活着 你听起来没什么差别 对不对 他说你们活着 是为了赚钱 所以我们是活到最后一口气 都要赚钱 我们为什么活着呢 是为了赚钱 他们说呢 他们是赚钱是为了活着 换句话说 他们是活着 他们就赚钱而已 那只要能活 就不赚钱了 那我们就说人家懒惰 到底谁对啊 我现在不要讲谁对好了 对这两个观念 有的人是 活着是为了赚钱 有的人赚钱是为了活着 赚钱是为了活着 所以他只要活着 他不一定要赚钱 对吧 那活着是为了赚钱 只要有一口气在就赚钱 所以你知道华人开的店 都不休息的 早上 一早就开 一直开到半夜 只要有客人 他不敢赶客人的 因为他一赶 我下次不来了 我在欧洲 那个 有一个地方 中午两点休息 我都进去了 我东西都挑好了 要结账的时候 他说先生已经超过两点了 我看两点一分 我说那我东西都挑好了 你帮我结个账吧 他说你下午再过来 我说为什么呢 他说我已经关了 我说 拜托了 现在两点一分 你现在给我结账好不好 我后来以为他是那个 故宫 我以为他是店员 不是 他是老板 我觉得这些西班牙人很奇怪 我觉得这些西班牙人很奇怪 你知道他回答我什么吗 他说如果我两点一分卖你 你明天两点二分来买的时候 我卖不卖你 那你这样的话 我是不是搞到三点还得卖你 我又觉得这个讲话很奇怪 那是2000年的时候 2005年的时候 我觉得很奇怪 后来我才发现原来 他赚钱是为了活着 他现在钱够了嘛 他就活着就好了嘛 他没有必要增加他的工作量 我们华人不是 活着是为了赚钱 所以赚钱才是我们的目的 活着是次要的 你看 我先不要说谁对谁错 我就说我们的观念 就使我们被蒙蔽了 他也好笑 一分钟他也不肯 这边更好笑 对不对 半夜12点了 客人不走 你也不敢赶人 我有一次在西班牙 那天晚上人家请我吃饭 吃完饭了 我们事情没谈完 已经12点了 我们就到旁边一个 coffee shop 他们叫酒吧 我在那里去吃 聊天 其实根本就进去要坐下来 因为外面在下雨 我们就点了一个咖啡喝 喝完了之后 他又关了 一点多他又关了 我们又到隔壁 另外一家店去 他就说 我们这里两点关 我们又进去 他不会管你的 他时间到时候就要关门了 这是他的观念 你知道我们的观念就影响了我们 当一个人被私欲蒙蔽的时候 他就会失去了那个下出正确决定的自由 我们失去不做恶事的自由 失去控制自己的自由 失去行善的自由 失去决定的自由 所以耶稣说 跟从我的不在黑暗里走 必要得着生命的光 因为他是世界的光 他是世界的光 光是很奇妙的设计 如果你曾经在黑暗中 你就会发现一点点光就可以给我们一点点指引 有一次我到国外去服饰 国外服饰 我如果没有记错 是苏格兰 我在苏格兰服饰呢 那是在一个营会里面非常漂亮的场地 我住在一个古堡里面 那个古堡已经六百多年了 那天早上我醒来 因为你知道住在古堡 这个是多么的令人兴奋的事 以前那个白马王子都是 骑着白马去救那个白雪公主 什么公主 关在高塔里面 我就住在那个高塔 最尖端那个房子 你知道后来 我现在告诉你 那个房子不好住 因为它旁边是太尖了 所以你会撞到头 而且那房子好小 古代的房子 六百年 哇 我很高兴 那天早上我就要下去 走走我就下去 还很暗 可是我去下去 就在那院子里面 很漂亮 很漂亮 但是因为天还没有很亮 就一点点 然后我就在那边 走来走来走来 后来天就越来越亮 越来越亮 太阳出来了 光进来了 哇 我就发觉 我旁边的东西 跟我原来想象的不一样 光 我就越来越清楚 周围的情形和周围的景物 你如果晚上睡觉的时候 你关掉房间的灯 你一关 你突然眼睛一黑 就看不见 等你摸索了到你的床上 躺下来之后 因为还有一个小光 还有一点点小光 你的眼睛就慢慢慢慢 就看到了 为什么呢 因为那个光产生作用 所以光是很重要的 有光的时候 我们就不在黑暗里走 耶稣说 祂就是世界的光 跟从祂的就不在黑暗里走 因着不在黑暗里走 我们就得到自由 所以第一 跟从世界光的结果 是得到自由 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四节 生命在祂里头 这生命就是人的光 约翰说 生命在祂基督里头 这生命就是人的光 从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四节 我们也看见 生命在耶稣的里面 当我们跟随生命光的时候 我们就不在黑暗里走 所以在第八章 就是今天我们所使用的 这段主要的经文的 33 34 36节 这样讲 我们念一下下好不好 33 34 36节 犹太人 他们回答说 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 从来没有做过谁的奴仆 你怎么说 你们必得以自由呢 耶稣回答说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 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 36节 所以天父的儿子 若叫你们自由 你们就争自由了 耶稣在这边 是要告诉那些信他的犹太人 把世界的光 这个概念说明得很清楚 他说当你们是在罪里面的时候 你们是没有自由的 当你们在罪里面的时候 你们受罪的捆绑 当你在犯罪的时候 罪就叫你再犯另外一个罪 你是罪的奴仆 罪的奴仆的意思是 你受罪的指挥 受罪的控制 我相信你我都有这个经验 对吗 当我们说了第一个谎话以后 我们就要用第二个谎话来圆 第一个谎 当我们 当我们做了一件暗昧的事情以后 我们如果不愿意面光 我们就要再找更暗昧的地方 所以我常常讲基督徒最重要 最要紧的一件事情 就是赶快认罪 这是最简单的方式 因为你第一个罪捆进来的时候 没有很严重的 你一认就结束了 可是第二个罪捆进来的时候 就越来越紧 你就越难认 昨天我跟你们讲 我那个儿子就是这样子 第一个他做错的时候 其实我只要跟他说 好了我知道你刚才有跳 没问题了 下次不要跳了 我就好了 可是没想到 我问他说你跳了没有 他说没有 没有是第二个 所以我后来花很长的时间 解决这个问题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跟你一样 我们需要面对这件事情 就是我们有世界的光了 哪里有光 哪里就有自由 当我们受罪的挟制 我们在黑暗里的时候 我们是见不得光的 可是当我们一见光的时候 事情就结束了 所以第三十六节 耶稣才说 天父的儿子 若叫你们自由 你们就真自由了 这是因为他是光 光照进来 黑暗就离开 我们可能不太了解光是什么 但是我们龙中礼拜堂 很多弟兄里面都是很有知识的 读科学的 读医学的 你们知道很多这些 光是很奇怪的 光有波的性质 也有粒子的性质 所以光来到一个地方的时候 是这样子 如果以粒子来说 我这个是问过真正的科学家 他是科学家 他是研究这些东西的 他是在瑞士SERN工作的 他说 在一个单位里面 如果有一个粒子的光 他就产生一个粒子的光 然后有两个粒子的光 就有两个粒子的光 那在一个单位里面 可以有无限制的粒子进去 有无限制的粒子进去 所以它就会越来越亮 越来越亮 越来越亮 亮到什么呢 亮到无止境 因为它可以再更亮 然后可以再粒子再进去 粒子再进去 就再亮再亮再亮 所以亮是无止境的 光是无止境的 可是暗却有止境的 因为在一个单位里面 它光粒子越来越少 假如它是粒子 越来越少越少 有一天只剩下两个粒子的时候 其实它早就暗到不行了 可是最后剩下一个粒子的时候 最后一个粒子都没有的时候 那个里面连一个光的粒子 都没有的时候 全部就是黑暗了 暗是有止境的 没有比暗还能够更暗 当它没有光粒子的时候 它就最暗了 它不能还有更暗 可是亮能够更亮 没有最亮 只有更亮 暗只有最暗 没有更暗 所以当耶稣来到我们当中 说我们不就是得自由的吗 因为光来到我们当中 我们的黑暗就不见了 可是黑暗不见这件事情 是一个描述 我们就可以更亮 我们可以更光明 我们可以更透彻 所以有X光有没有 这样子你看不到我里面 X光一看骨头就出来了 因为那个可以更 更specific的造出一些东西出来 你们懂医学的人懂更多 我只是就我的common sense来说 所以光是一个很奇妙的事情 亲爱的弟兄姐妹 跟从世界的光的结果是得到自由 我相信这个简单的信息 跟你们讲的时候 你们懂光的人可以讲出更多东西来 就是光可以让我们发现 我们没有光的时候 所发现不了的东西 光可以解决很多的问题 耶稣说我是世上的光 第二 主持世界的光的第二件事情 就是跟从世界的光的方式 你说那我跟从世界的光啊 耶稣说你来跟从我啊 好 我们跟从世界的光的方式是 遵行真理 请你写下来 当我们得到耶稣基督的时候 我们得到自由 可是在我们跟从耶稣基督之后 我们还是有可能犯罪 当我们再犯罪的时候 我们又成为罪的奴仆 我们成为罪的奴仆 我们又失去自由 所以这里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是地位的问题 第二个是实际的问题 地位的问题是 到底我是不是一个自由的人 实际的问题是 我到底能不能够享受到自由 OK 如果你没那个地位 那就没有实际的问题了 如果我不是一个自由的人 那你就没办法享受自由的生活 你关在监狱里面 你就不能到处乱跑 你在当兵的时候 你是第几连 第几排 第几班的班兵 你就是那个位子 你没有自由 当我们是罪的奴仆的时候 我们就没有自由 当我们是神儿女的时候 我们就是一个自由的人 耶稣说我是世上的光 我们就来跟从耶稣了 我们就是有自由 有光看得到自由的人 因为我们跟从世界的光 我们就得到自由了 可是问题是还有一个实际的问题 就是我们到底能不能够享受自由 换句话说 没有自由地位的人 是不能享受自由的生活 实际 可是一个有自由地位的人 也不一定能够享受自由的实际 同意吗 我因为常常要出国 到很多不同的国家去 所以 我就比较有多的机会体验 比如说我到德国去了 那因为我们拿的是签证 对不对 Visa 我们就进去了 那台湾可能不需要了 可能就是直接拿护照就可以进去了 有的人是有那个护照 没有再拿到签证 他不能进去 我们是有那个护照就可以进去 比如这样 那就差别了 可是你进去之后 什么是能做 什么不能做 还跟你的身份有关系 如果我有德国人的身份 对不对 那我可以享受 很多德国人可以享受的 可是如果我没有德国人的身份 我就不能享受 德国人所享受的 我只能享受外国人所享受的 这是不同 有一次我们到瑞士去 那我们到瑞士的朋友就说 那你要办一个pass 就是我们一家四口 要办一个family car 这样你坐公车 坐交通工具就便宜很多很多 大概一个人办 一人办的费用 就可以让四个人做 他还是两个大人 三个小孩 一个宠物 这样叫做一个package 就是1.5人的费用 那我们就去办 那我们就到那旅游局去办 他们那个日内外旅游局 我们就进去办 办的时候他就说 他说你们四个不是一家人 我们是一家人 他说你们四个不是一家人 为什么我们不是一家人呢 他说你看你 你姓李 你所谓的太太姓红 你说这两个是你的孩子 他们姓李 所以你们四个不是一个家庭 我说不是啦 我说我们那个 我们是翻译的 当时我们翻译的时候 我们可以自己决定怎么翻译 他就弄半天 他就说你不行 你们不是不是 后来当然最后说服他了 他就说 终于懂了 你们真的是夫妻什么 就给我们办一张卡 有那个卡就自由了 为什么 我怎么上下车 就是那个钱 一天就那个钱 我怎么上下车 就是这个钱 就四个人 所以你有怎么样的身份地位 你才可以享受 怎么样的实际 但问题是 那张卡有的时候 我一天也没有用 因为我们就在旅馆里面 可能附近走走 就那天没有用 好 你有那个地位 可是你却没想到那个自由 或权利 亲爱的弟兄姐妹 在地位上我们有自由 并不表示我们实际上 能够享受自由 事实上 当一个人信主以后 因为耶稣基督 把我们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 我们可以拥有不犯罪的自由 请注意听 他是让我们拥有不犯罪的自由 没有 不是说不能犯罪 或无法犯罪 我们可以自由到神面前去享受 我们可以自由地支取神的恩典 我们可以自由地享受神的圣灵的感动 可是多少时候 我们有自由的身份 我们却愿意自由去犯罪 然后就失去了那个自由 绝大部分我们不能享受真正自由的原因 是因为我们不豪解我们有这么大的自由 你知道 当你真了解你有这么大自由的时候 你就能够很享受 可是你不然就不行 我因为常常坐飞机 以前听过这个笑话 这个笑话 就是 在飞机上 有个老先生第一次坐飞机 人家就把餐点推到他们前说 说你要吃什么 他说我不吃 我自己带的东西来吃了 那些人就说 他可能吃了 我们的饮食不适合他 所以他自己带的东西来吃 他就不吃我们 飞机上所供应的餐点 后来搞半天 他误会了 因为在飞机上吃餐点是不要钱的 是不要钱的 所以他自己带 并不是他不能吃别人的东西 是他以为要另外付钱 所以他没有享受到那一餐 这听起来很好笑 我们坐飞机的人听得很好笑 可是后来呢 你就会发觉 有的时候你也是真的搞不清楚 有的时候我们上了船 上了船呢 人家就说 去喝点饮料 我们也跑去喝饮料 一看到那边就不敢吃 为什么呢 因为不知道要不要付钱 因为你不知道 所以你就不能享受 后来有一次坐游轮 因为退休会在游轮里面开 所以我们在美国就参加一个tour 就是那个游轮 是别人邀请我们的 所以他们就付了费用 我们就去了 在游轮上面 他就说 这个地方是吃都不要给钱的 那个地方吃要给钱的 所以你搞清楚 之后呢 你就可以享受那个自由 不然你就不知道 什么地方要给钱 什么地方不要给钱 亲爱的弟兄姐妹 所以我们在基督里面 怎么样可以得着自由呢 我们最后用一点点时间来讲 那就是要遵行真理 耶稣亲口告诉我们 在八章三十一三十二节 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 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 就真是我的门徒 你们必晓得真理 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 所以这里讲得很清楚了 我们得着自由 是因为我们在基督里面 基督是我们的光 祂是世上的光 所以我们就得到自由了 可是这个真理 必叫我们得以自由的意思是 真理是使我们得着自由 最重要的方式 当我们认识了真理 当我们遵行了真理 我们就享受了真理 所赐给我们的自由 很多的时候 我们以为神的话 基督所吩咐我们的 或者是圣经所叫我们 所记载的 是叫我们不要做这个 或做什么 或叫我们做一些 道德上的事情 或者不要犯罪的事情 其实不是 其实圣经上都是要让我们自由 祂要叫我们得自由 我们可以享受在基督里面 各样的恩典 圣经里面教我们 怎么样避免犯罪 圣经里面告诉我们 怎么样逃避罪恶的引诱 圣经告诉我们 一旦不小心 甚至是我们故意犯罪以后 怎么样可以从圣经 怎么样可以从罪恶里面逃出来 圣经告诉我们 怎么样透过安息 可以在基督里面享受那个美好 得着自由 是需要借着遵行真理的 我再讲一个小小的例子 我们就要结束了 要给你们讨论了 就好像在一个国家里面 如果你在某个国家 那个法令遵守的时候 我们就得到自由了 遵守法令的时候 我们就得到自由了 如果我们不遵行 当地国家的法律的时候 我们会更不自由 那我的意思不是说 你坐监犯科杀人放 我被抓去 不是 我讲的不是这个 我们在台湾是一个样子 我在西班牙的时候 西班牙的政府 最起码巴塞罗那的政府 对于那个行人穿越到 行人的所谓的斑马线 是规定的很严格的 你只要预期 你开车的人 只要预期那个人走过来 不是你会不会撞到他 是那个人走过来 快要到斑马线的时候 他那个距离 已经到了一个地步的时候 你车子不能开过去 所以那小孩子过马路的时候 从来都不看的 因为他走到那边的时候 所有车子都会停下来 让他过去 他完全不看 他们连大人也不看 所以如果你不会开车 你不懂他们的交通规则 你会撞到人的 因为你说我不会撞到他 因为他们有时候过马路的时候 在那边边讲话 我会跑步 你简直撞到他 那有时候我在那边 刚开始也不太习惯 我坐在别人的车 远远的那个人要过马路 那个人要过马路 很远 所以开车速度就很慢了 你一直被挡住 一直被挡住 一直被挡住 尤其放学的时候 那个学校的周围 你简直学校 车子都不能动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觉得说 这样才是对的 好 这样大家就自由了 我可以告诉你 这样就自由了 你要遵守了就自由 谁自由 那个孩子自由 谁自由 过马路的人自由 你说那我开车的人不自由 不是你遵守了你就自由 因为当你不小心开过去的时候 我告诉你 你要发生一点点的状况 所有人都不自由了 因为你 我有一次 旁边开的是一个华人 这华人相对的与当地的人比 比较不守规矩一点点 他就看绝对不会 绝对不会 就是那个 不是不会撞到 是不会违规 他就 那个老人家走过来 他就开过去 你知道吗 他一开过去 那个警察叫他过来 我就过去 我们就过去 我怎么啦 我怎么啦 他说 他觉得我 没有让那个老人家 我说你 差很远嘛 对不对 他说我觉得差很远 他后来到那边 那警察说 什么叫差很远 我看差很近啊 可是我们觉得差很远啊 可是他们的规则说 不行 你就是不行 你已经看到 那个人在那边了 虽然走到半马县 还有一段距离 可是你在这边停一下 再让他先过 你有什么问题啊 自由 如果你明白真理 你就会有自由 如果你不明白真理 你就没有自由 我讲这么简单的例子 小到遵守好制 是让大家都自由 大到法律禁止我们 做一些事情 都是为了保障我们的自由 对吗 叫我们不要杀人 你说干嘛叫我不要杀人啊 他叫你不要杀人的时候 也叫别人不要杀你啊 大家不就自由了吗 因此 亲爱的弟兄姐妹 当耶稣说 他是世上的光的时候 他是要把这个光 照在这个黑暗的世界 让我们透过光 看清楚方向 看清楚环境 让我们可以享受 在光当中的自由 我们只要在真理里面 我们就享受自由 基督耶稣就是真理 因此 当我们在他真理当中的时候 我们就享受了自由 我们要结束今天的聚会了 也是我们这一次 赢会的最后一趟 求主帮助我们 我们从耶稣是真知识 圣灵是真满足 到知道什么叫做罪 耶稣怎么面对罪 耶稣怎么看罪 耶稣怎么解解罪 到现在最积极的就是 他是世上的光 跟从他的 不在黑暗的宇宙 让我们来跟从他 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我求你自己保守 我们荣中礼拜堂 这次的退休会 参与的人虽然都在 没有办法到实体 但是我们在这里 我们向你先上祷告 求你让我们 即使是在网路上 说我们也能够享受 真正的聚会的时间 我们可以 有更多的小组的互动 求你让我们 在小组互动当中 得到好处 求你听我们的祷告 谢谢主我们仰望你 奉主耶稣基督的生命 阿们 弟兄姐妹 盼望这一次 我虽然不在你们当中 可是所讲的信息 我感觉也深一点点 可是求主帮助你们 让你们在 这样子的一个 营会当中 享受美好的互动 很快 说不定年底 我还有机会到你们当中 和你们一起聚集 愿上帝 祈福各位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